福利先生,您的心聲我來聽,大家好,我是今天,台版主持人,立法議員,Codicat 祝大家身體健康,萬民春風,怕路風,宿藥成功,萬宿街頭,我是高雄秀金工 您的在收聽是《快樂聯報》,福利先生的節目,《公眾立法議》當晚 這個節目可以收聽的頻率是大台北地區收聽,專家公報電台FM89.3 台中中华南岛地区收听 望春宏公布电台FM89.5 台南嘉宜分林 收听家路公布电台FM92.3 台南高雄冰冬收听快乐公布电台FM97.5 朋友地区车收听方向公布电台FM91.3 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是 数位部的工作到底有哪些 到底数位部是在做什么 按小金刚今天来揭秘 今天访问的是我们的数位发展部 我们的唐凤部长保定你好 你好委员好大家好 我们第二次 谢谢部长亲自力领我们快乐电台 其实我们电台还不错 就是全国都有联播 那有很多其中朋友也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回馈 那当然就是说 很多台中华人在问说 数位部到底在做什么 数位发展部成立到现在一年多 那你看那个国民党的一直都挑剔 数位部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挑中挑西 当然他们的挑剔有很多的原因 那其中可能有一个很重要是反诈 就是诈骗 因为我们数位部工作很多 所以是不是今天先请我们的部长 先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数位部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其实资安就是去确保说 我们受到这种境外的恶意的攻击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 资讯安全 资安就是国安 对就是国安 举例来说像我们在选举前 去年第四季 按照国际上面有一个公司叫Coffer 他来衡量 我们去年第四季 比起前年的第四季 受到这种阻断服务的攻击 境外的攻击 成长33倍 33倍 对等于是说敌方是用33倍的炮火 是要 对在想说让我们快要选举的时候 网站要瘫痪掉 不让我们好好选举 那我们去把它阻挡掉 而且是用比较先进的方式 去跟国际一起联防 确保说他如果从境外来攻击 我们的网站在境外就已经把它挡住了 不需要耗掉我们这边的电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选举期间 其实成功的这个攻击的数量 其实是非常少的 大家在新闻上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出事 是因为我们做很多事 所以我们要把它挡住 就是说选举期间 他把我们网络攻击的比过去 比方是够33倍 对啊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 那我们也成功的把它拦住 所以也没有什么 因为资安发生什么问题 对 所以大家说没问题就是好事情 没问题就是好事情 其实没问题 背后我们苏维部做多少 大家不知道 对啊 所以这是我们苏维部把它挡掉 靠话都说大家没有发生这个被资安攻击的事情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先感谢 那也先跟我们参照朋友了解一下 啊过来呢 过来还有就是我们防炸嘛 像那个大家以前在网络上面 可能在网络上有购物哦 就是所谓的电商 那我可以看到 以前哦 一个QR口 对 这边这个包裹 以前 这个网络怎么看得到 对啊 以前如果你买了的话 这个上面就会有你的手机号码 那这样子的话呢 常常我才刚下订单哦 我还没有真的收到包裹 就会接到什么 接到简讯 嗯 说这个分期付款操作错误啊 要赶快再会一笔钱啊 赶快打电话 都是来骗人的啦 哦 照片集团 很多 听众朋友应该有的 有这种经验 嗯 就是你收到包裹 付钱要打开 啊 整个都本事 没错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 你订了这个包裹呢 就是因为 这个到 就是送货那边的公司的时候 因为上面都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电话 就外泄出去了 是 那我们现在跟五个主要的电商合作啊 嗯 我们最近五个月 已经都导入这种叫引码 就是隐藏号码的技术 隐藏号码 这上面其实就一串代码 其实已经没有你的手机号码了 嗯 这个呢 也不能发简讯 嗯 所以就从源头 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掉 那这个代码是什么呢 是如果要送货的人还是要联络你 他少一个QR Code 还是可以打电话给你 嗯 但是呢 等到他送完之后 这串代码就没有了 嗯 他之后也联络不到你了 哦 所以你的个资 就你的手机啊 就完全被保护住 啊 所以就是说防诈骗 是很重要的工作 没错 所以我们在跟部长说 诈骗集团有1万件 嗯 你煮掉9000件 嗯 还需要1000个人受骗 对 大家还是很担心 所以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 没错 所以 等一等的 台械中 共要做多少 社会部的体制先 给大家有一个观念 以后 针对诈骗 嗯 请部长 再跟我们说比较少许 对 我们负责就是在源头防止 有了被害人 那当然就警察 啊 检警掉的事情 是 那我们就是要在一开始 就让诈骗集团没有下手的地方 嗯 这就是部长局的 数位部所做的包裹 对 包裹诈骗 层出不穷 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 从电商的源头 对 就把它扎掉啊 对 更没影响到 这其中 这其中 这其中一种而已 这有够多 这是其中一种 对对对 我们其他 还有其他 像这种 刚刚讲大电商啊 以前都是在高风险卖场嘛 警政署165 都会列出来 最近已经五个月都没有了 等于解决掉了 那另外一个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冒充名人啊 大家现在常常会看到 那种投资啊 存股啊 什么 那他明明名字 不是叫唐凤 结果他就用唐凤的脸 用唐凤的名字 奔上去啊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在以前啊 其实是 都是要靠检举下架 那检举之后 现在确实165 你去165 那个网页上检举哦 通常两个小时 真的下架哦 可是他下架之后 换一个人头 又冒充唐凤 又跑出来 很多股市民人 就是都这样 很多人 那个 买高评 就要骗 对对对 然后你去细看 他的名字哦 像YouTube上 他那个名字 可能是简体的 像谢金河的 谢会用简体的 或者他用 声音很像的字 但是就是冒充他嘛 那所以呢 我们要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 我们就提了一个法案 到立法院 叫做电子签章法 有西风 以前是好像 每个人都可以 刻一个章 那个章上面 他要写唐凤 要写谢金河 要写什么 反正他就刻了嘛 那以前平台 也不会去认 说这个章 是不是真的 这个本人刻的 我们新的 电子签章法 就好像有一个 硬件证明一样 只有这个本人 他经过 护证事务所的验证 他才能拿 这个名字的章 所以以后 除非你名字叫唐凤 不然你不能再 盖章登堂峰的广告 所以这也一种 这也是防诈骗 其中一种 当然电子签章 还有其他用途 我们待会再来 详细说明 我们的苏维部 的工作 还有卫星 大家之前可能有听说 我有去英国 有谈到卫星 我们现在跟英国 法国 卢森堡都合作 所以像之前 马祖是不是 海岚断掉 连不到网路 以后如果再有 类似的事情 马祖上面现在有微波 有卫星 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干扰 那有一些离岛 甚至像太平岛 我们都在上面 现在在测试卫星 应该到五六月左右 全台湾就可以开始来使用 这些是铁通讯 对 你说的 现在都是三大电信公司 都是靠海底的电缆 去连到国外 那如果像马祖跟台湾中间 有两条电缆 被他们渔船货船 就割断了 割断就没有往后用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去用微波 去用卫星 跟NCC去合作 去确保说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些电信公司 它虽然没有海岚可以用 它还是可以走微波 走卫星 还是连得到外面去 主要我们就是 我们平常的手机 有我们的通讯 我们是都透过海底电缆 光纤网路 去做连接 有些人是把我们切断 像台湾跟马祖前 叫银子交断 这个已经断了 所以临时怎么取代 也是我们用我们原来的电信公司 它会接到 没错 它本来后面是 海岚的 现在就变成微波电台 跟卫星 这个都是低轨卫星 也有中轨卫星 也有中轨卫星 没关系 这些 银子朋友 我们不能了解那些油 就是说 本来是都对 海底的 争的是光纤网路 对 就定义说 我们的电池参 这样的意思 现在 如果这些人切断了 我们就用卫星 在天上 用电波去发射 这是 电池公司 和 我们卫星的连接 跟我们打电话的也无关 没错 让我们保持通信正常 这最重要 没错 这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台风 地震 各种情况都会用到 像这种灾难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会发生说 三家电信 有一家 它基地台 垮掉了 或者没有电 那剩下的 说不定 全部都要去集中 去使用某一家的 这个讯号 但是如果 你的这个手机啊 不是他的 这个SIM卡 那目前是没有办法 这样自动漫游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是警察 如果你是消防人员 不管你手机 是用哪一家的 如果发生问题了 那家连不到 我们就让你漫游到别家 那是警察专用的电话车 警察还有消防 但是以后呢 如果这个频宽足够了 那就可以变成灾区的 好比想说 大家只是要 乘个讯息 或者打个电话 不是说要 下载那么多影片 那至少报平安嘛 那这个也可以让灾区的人民 来优先使用 这个谁知道 你们在电信公司这边控制 这个叫灾难漫游 灾难漫游 这都不简单 这其实都很必要的 可以叫很多人 这个都是要碰到挑战才知道的 那当然最后就是像我们上次在这边有聊发六千嘛 我们把它设计到很方便 去邮局也可以 提款机也可以 盛上也可以 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变成公共建设 所以以后不管是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以后要发钱 或甚至要 要和销 要做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单据 都不用像以前那样再去粘贴纸本 再去寄支票 都用我们规划这套系统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办理完 这叫数位公共建设 数位公共建设 就好像发六千那样子的 让大家都可以用 大概先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 听到没有 你这样不知道听不懂 很简单又误识一下 我们以防诈骗 刚才部署有说 怕包裹 这很多人收到 包裹收到本舍 现在钱已经高了 现在这个钱高了 要拿还没得拿 现在可以拿了 所以这就是包裹的用处 再来电信 以前是经过海底电缆线光纤网路 不管是作战也好 还是准备不注意 交回它 还好 你变马祖 离岛 或是通信不良的时候 我就用地区卫星 或是中区卫星 用圆车 从地上这样 缩电坡下来 我们就收得对 就可以通信正常 第三个就是 灾难漫游 对啊 比如说 除了离岛以外 有的是发生灾难的时候 这个灾难地区 或是 政销他们比较专业的 他们平时就有需要 有什么紧急的事 要联络嘛 所以 政销 或是灾难区的 难民 你可以 我们就把这个电信 会把这个地方 马上让你漫游 可以接受到 第四项就是 我们之前有说就是 发现金嘛 对啊 那时候你说 全国现在是不一样 生一个人 要用不一样的方式 换你这些现金 那样也很複雜的 对啊 所以我们 这套数位公共建设的 你也自己登录 对啊 你要用什么方式 你也自己登录 啊 主人啊 你的 银行还是什么 国家就整个 保护你 这样就很简单 所以这套数位公共建设的 所以这套数位公共建设的 原来都是比较突破性的 对啊 所以 数位部想到这些事情 其实一般我们人民 因为以前没有用过嘛 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用 以前我们也没有数位部 所以也不知道数位部可以做什么事 对啊 所以啊 其实我感觉到最起碼就是 我们要慢慢去感受到就是 诈骗 这清清满满种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 我们在过差了有没有 以前我们都说 那个 做菜来一时 过菜来一年啦 你要防止这个 小偷来 他说你过一年 也不知道会当时来 啊 诈骗集团 诈骗方式也是一样 坦白讲我们防诈的方式 一直在努力啦 但是那防 他诈骗的方式也一直在创新啦 所以这诈骗的方式 是说那千千万万种啦 啊 今天他要怎么把这 千千万万种都都扎掉 啊 因为总是有 被人受骗啦 啊 所以他就都 过政府就说 有时候你如果生活不好 心情不好 那就 在家过买部 出国过政府啦 就变成说 都会有那样子一个负面的情绪 那当然我们要让民众知道说 我们 到底做了哪些事 所以呢 这个诈骗就变成说 一个防诈骗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工作啊 所以 钦对这个防诈骗啊 他刚才包裹 部长已经说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包裹 总控 就是说 他后人们没怎么用这个包裹 给你 骗了 他没怎么把你的电位 对啊 甚至你如果收到 这样你就不会收到那些 都会收包裹 就比较不会 那现在如果是透过便利商店这种 他其实不知道你订了什么 他就盲目给你 现在在便利商店也可以退了 我意思是说你过去 因为我有名到电位嘛 对啊 他会卡来嘛 还叫你高纸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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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收到包裹 当时几户之后 发现说 哇 本色 对啊 这个就现在 已经五个月都没有这种高风险的卖车 所以这一种我们就把它杜绝掉了 就等于解决了 所以 以前有在讲说 我收到那个垃圾包裹 我可不可以退还给五大超商 然后 请他把钱退给我 以前这个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现在这就完全都改过了 就是解除分歧付款 收到简讯 要你去别的地方付钱 这个解决嘛 现在还剩下 就是他盲目的 寄给你一些包裹 那希望你获到付款 那这个现在都可以透过超商来退款 所以我们听到没有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 以前 常常你有去包裹 假包裹骗过的人 你的感受一定是最深 当然我们不是大家都骗过 这也是诈骗手法的一种 但是这种 我们社会部已经把它 完全杜绝 所以 没有人骗过 就不觉得我们要做事 有人骗过 就怪说我们没有做事 所以 这有他 很辛苦 很委屈的 但是 我们做北部官就是这样 要比较成熟的人 通常要忍受比较多的委屈 没问题 谢谢 其实有人鼓励 其实有委屈 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就是做 当然 今天来电台 就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还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待会 休息一下 就是说 要听到 我们部长 再跟我们说 上誓 就是说 诈骗 还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我们社会部 是用什么方法 去把这个诈骗阻绝掉 我们没有杜绝100% 我们杜绝50% 80% 90% 我们也算 减很多人受害 所以这也要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欢迎又回到这边现场 我是今天跟台湾主持人 李华一元 康梁杰 祝福特加 身体健康 满眠春风 幸如有风 是 高雍 谁敢说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我们 来电台 邀请的 来电台 是我们的 数位发展部 我们的部长 唐峰部长 部长 部长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刚才部长听到 包括的问题 改过 电子签章 还是 很多听到朋友 听不清楚 是不是 现在部长 再跟我们说 什么叫做电子签章 好 电子签章 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有一个叫 自然人凭证 自然人凭证 现在全台湾 大概有 九百万人有申请过 这样很多 两千三百几万人 高八万人 现在还有在用的 大概有四百万 那也很多 对 那电子签章 它就是你拿手上这张自然人凭证 它可以是插到读卡机 也可以跑到你的手机里面 那个叫行动自然人凭证 它就好像是一个盖章 一样 你有一篇广告要刊登 以前是随便谁都可以说我是任何人嘛 所以就不是唐凤的也可以冒充成唐凤 不是徐志杰委员也可以冒充徐志杰委员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网路上就常常看到说 我要教你怎么存股啊 我要教你怎么样投资啊 还用我们的脸啊 或甚至合成声音啊 现在都很多嘛 这现在很困难 D-Fact 这个是深度伪造 伪造你的声音 伪造你的人头 相片啊 对 现在以前深度伪造是事前哦 就是预录哦 但是现在即时伪造都可以了 就变成好像真的装成你在跟别人打电话那样子 哦 那这样更伤脑筋了 很伤脑筋 所以光是听那个语气语调 已经没有办法辨别是不是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电子签章 电子签章是我们20年前就有一部法律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版本送到立法院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我们现在让自然人凭证这种国家发的电子签章 我们取得跟硬件证明差不多的效果 意思就是说你盖上去了就要负法律责任 他跟你自己签名是一样的 那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要求像YouTube或者Facebook这些平台 你要登这种名人的广告 或者以后登所有的广告 你只要里面有名字 好比像唐凤 你一定要用国家认证有硬件证明的这种唐凤的这个电子签章 去签上去 因为他那个章里面有人的名字 所以如果他名字不叫唐凤 一牵出去就露出马脚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只有我或者我授权的人 才能用我的名义来登广告 这样冒充名人的问题就解决很多 这是第一部分 所以这个我反映一下 因为你这样说一般人你这样听到的会不清楚 对 我们比如说有阴子在当阴子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工作 我们就去找一个自己的阴子 因为我们的专家去保证的机关 申请一个硬件证明 硬件证明 那我比较重要的土地买卖 房屋买卖 我一定要申请硬件证明 这是我在护证机关登陆的 这个才算是我的 你如果别人用别人的硬件证明 别人的硬件证明就不是 我这个硬件证明就比较有尊胜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少年孩子 还是很多人在网路上公告 包括FB 包括YouTube 包括现在导致不可以用 Line也有 Line也有 新的槌不知道有 开始公告 所以现在没有 慢慢的这就是 所有的这些网路的并带 一定都有公告 慢慢的你一拨楼就开始 可以收公告一样 这就是过去 比如说他在你登记公告的时候 你就用身份证营运本 我可以让你登记 现在身份证营运本 有的用假的 他就是用一个 用唐凤的身份证用许智杰的商品 许智杰就去 跟他说 这个会展现很多人就会被骗了 所以就说像这个东西 我们用这个电子签章 就是为了 我唐凤 我有我的身份证营运本 就像我们的自然人凭证 同样 就像我们已经去 保证 新链一个印鑑证明 这个电子签章就像你个人的印鑑证明 电脑的 电子的印鑑证明 所以你如果要在任何电子上做广告 只要不是这个印鑑证明的 我就统统没给你做广告了 很多诈骗就是用唐凤的名字 用许智杰的名字 用谢金河的名字去骗 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 含这个几个网络平台 FB啦 YouTube 网络平台 跟他们里面都说得好 这样才可以定公课 就可以减少很多公课证 对 这讲太好 翻译的太好 我这样翻译就可以了 很厉害 其实电子签证还不止这个功用 电子签证还帮助商业 其他功能 是不是 部长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对 其实像我们如果跟国外互相签合约 以前如果一定要用纸本的话 光是你用快递寄过去再寄回来 可能那个时间就已经过了很久了 那现在只要能够用电子文件 像我们跟立陶宛 其实已经之前有签过合约 就是我们用双方各自的电子签章 但是我们彼此互认 互认的话 我们签了 就等于立陶宛那边认 以后就等于欧盟的国家都认 还有我跟美国跟英国现在也都在谈 那这样的话 以后要出去外面做生意 不管是他在可能报官啊 或者是做很多这种需要亲自签名的 以前都要验那个章嘛 那未来就用电子签章 用这个等于您刚刚说电子的硬件证明 就可以去验 那就省很多时间 对啦 所以这个 以后对我们台湾人 在全世界做生意 还是全世界的人 要替我们台湾人做生意 这就都说用这个电子的硬件证明 对啊 这样就不用说 以前 其实 只是资本时代啦 只要验来验去啦 人家回来回来 验来验去 又趁时间啦 现在我电脑传给你 你电脑传给我 电子的签章抠起来 这样 对啊 有事情完整啊 对啊 而且这个还有很多用的地方 像我看到那个网路上有人说 现在很多买卖那个黄牛票嘛 嗯 他就是把别人的那个身份证啊 什么都先搜集起来 然后 一旦这个有一个票要开卖 他就小一个城市 对 就一次买到几百张 啊 之后再转卖出去 可以赚一点钱 对 那现在呢 如果我们是用电子签章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就变成说 除非是你本人 不然没有办法帮你买票 那如果你相信这个人到说 你愿意把硬件账给他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对 但是至少说 他上面有他的名字 对 所以如果有一些票是实名不能转让的 你买了也不能转卖出去 这样子黄牛票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很多 那这什么 啊 电子签章大概多久会过还不晓得 这个要看立法院 对对对 我们还要再努力 因为我们现在高雄演唱会经济啦 对啊 所以很多人在买票 对啊对啊 也很多黄牛票 对啊 没错 所以这些 我们如果经济过 这开始实施了 我们全国好 如果你们来我们高雄看演唱会 其实台北也很多 其他管制也很多啦 我想我们高雄现在演唱会 很出名 我们西麦市长很出名 没错 所以很多好的演唱会 现在都在我们高雄 对啊 其实包括 数位交通啦 对啊 要怎么输导 人群 那天我听西麦市长在说 那也一套 对啊 比如我五月天来到我们高雄市 市应集团馆 版演唱会 过去 疏散的时间差不多 他说差不多 九十七分 疏散了 没错就 那他现在要求 他又要改那一段时间 钱来要疏散了 要更快 所以那个 就是说你要符合世界办演唱会的标准 你就是说 所有的周遭的配套措施 都要处理 要设备 包括 那个世界级的演唱会 变所的整个 各方面他都有床 包括你疏散的时间 就都例如评比 比如说台北 像台北的杜吉丹这种 那时候是怎么不过 科幂是怎么说这个 因为他的疏散有问题 疏散有问题 你万年总控 如果灰灾还是啥 你来不及疏散 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项目之一 所以 我们数位交通 智慧城市 这都很重要 这应该 一后我们数位部也会帮助 智慧城市有多少 都会跟 都会跟 您刚刚提到比较交通部 那我刚刚提到 购票黄牛 这个比较文化部 一后就是黄牛 我们就杜绝黄牛票 那这个文化部 其实之前我们 电子相法一讲 他们也很有兴趣 我现在已经在讨论 现在已经在讨论 现在已经在讨论 电子签章 也是要贵才能实施 一定要三赌通过 他才有那个效力 对对对对 所以 在电子签章 可以做行李 可以杜绝黄牛票 这功能算起来就很多了 所以 每次都要做 更辛苦 但是 我们慢慢在讨论 民众知道 我们宿位部做什么 还有其他房车 还有什么手法 我们宿位部 又怎么弄掉多少 对对 像我们以前 这个 你如果看到 所谓一页式网站的那种诈骗 点进去 他就看起来 跟 他有时候会冒充电商 比方说 PC Home 某某 有时候他连 165都会冒充 最近有一种下广告说 防炸的电话 都会冒充 诈骗机场 现在最近甚至我有看到 Google上有个广告 他是说你是不是碰到诈骗 我可以帮你解决诈骗问题 结果他的网址就叫 TW 就台湾 165.com 那我们立刻侦测到这个 我们就会有一个 把它等于扣押起来 所以我们会主动去扫描这种 他长得像165 但其实他不是165 那这个时候 我们每年 去年一整年 我们就扫到3万多件 等于一天就要下架100件 这种装成我们国内的电商 装成165等等的网站 帮我们网络看一下 好啊 网络我们的 驾头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对 他这个网址叫 TW-165.com 你连上去 就会发现 这已经被扣押了 已经 从请拨打165专线 因为这个是诈骗网站 那这个就是我们帮忙 165帮忙 就是打炸的国家队 所以那时候打掉3万多 诈骗的这样子 网站 等于是说 比起平台的网络下架更及时更有效 我们有开发 要叫防炸雷达 这种工具 这是叫做防炸雷达 对 我们有开发很多这一类的工具 就是去扫描每天新上架哪些电商的商品 一台iPhone15只卖你2000块 这应该就是假的 那我们就把它通报 那里面如果有一些网址 看起来就是冒充电商 我们就预先把它下架 那同样的这个名人的广告啊等等 我们主动扫描到 我们就会及时的去通报 那这个也是我们有做的事情 所以这诈骗手法实在是乘出不穷 对啊 还有人冒充政府 现在那个111 对啊 那个专线是什么 111是没办法被冒充的 111就是真的只有政府可以这样发出去 我们到今年年底 预计会发1亿多 甚至2亿则的简讯 就是包含台水台电这些 大家以前会收到说 这个水费啊 电信电费啊 对 然后大家一看 说不定就点下去嘛 因为谁都不想断水断电嘛 就中招是诈骗嘛 那但是呢 现在就不会 因为台水也好 台电也好 公家机关也好 他送给你的这个一定从111送出来 简讯的头 对 号码他叫111 对 他的发话的那个号码 送信的号码就叫111 所以你如果看到他发的号码是什么 加8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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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886 对一定都是假的 加87什么一定都是假的 甚至09什么 也是假的 因为公务机关只会用111 来跟你联络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 有我们听众朋友要订阅一下 对 尤其是水费电费 这是大家最敏感 没错 他就是靠这个 要给你骗钱 对 现在就是水公司电公司所有政府的单位 他的简讯发出 你如果真的是缺水质 缺电质 他头上都有一个111 几乎几乎几乎 因为不跟当女人不跟后面 我们头上都是111 他全部就是111 全部都是111 他就是那个号码就是111 后面没有了 后面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 就很好认 很好认 就是111的才是政府发的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他要看到水质电质 你要看是不是111法 这就用得很注意 不然很多人会骗 对啊 所以做这么多事情 要让我们听众朋友倒船团一下 人数学部真的做很多事情 慢慢做 你已经本来会骗 但是现在没有用这个方式骗 这算我们数学部找到的 他还生得把这种方式骗 我们也要跟上 这个是很重要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那天高智鵬委员 他其实跟我输得不错 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说 有一个卡通的说 他高智鵬要赚20万 要想高智鵬他当然赚他 結果不是10分 所以他已经把钱都汇过去了 像这个也不错 这个我们就是要说 除非是说他事前跟你面对面 已经加过电话号码 已经加过LINE 不然的话 你从陌生号码来的 就不要相信 你要用本来那个号码回播 他的声音都模仿的 用电脑模拟的 几乎都一模一样 现在就是不能只靠他的声音或语调 尤其我们都公众人物 要训练出跟我们讲的一模一样 现在都不困难 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提高警觉 所以就说要听众朋友 我们大家要鼓掌也是 又提倡到免费 对 数位部替我们做这个防炸打骗的行为 其实是做很多事情 但是 道高一辞 不过一辞 因为我们会去想新的方法 对 那我们也是遇到一个新的方法 我们要想解决之道 所以 这算很辛苦 但是 最后 我们也是要有两项 两项要求 要特別注意 第一就是说 那些 感謝数位部 把我们做这个工作 那也 又继续 我说比较成熟的人 总是忍受比较多的委屈 虽然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就真的有做的 让我们听这名字了解一下 也请大家讨论一下 第二项就是说 也要请大家提高警觉 数位部做得更多 诈骗情统 他用新的手法 你也没办法一巴巴弄掉 我们是发现 我们再来动 发现再来动 不然他想新的方法 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这很辛苦 让我们大家求農泡拼 希望说 因为数位部加入 帮助我们的站立 让我们计划很多 不一样的方便 尤其是反诈骗的时候 这给我们帮助枕大 今天很感谢 我们数位部 我们的唐鳳唐部长 谢谢部长 真的感谢 谢谢委员 谢谢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会在拜他 空中再会 拜拜